欢迎回到今天独立在线的单元 今天独立在线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的加峰 一起来聊聊台湾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的消息 加峰你好 大家好 加峰这个礼拜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 今天我们来预告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 就是将要在这个周六所举办的308 全台308的备合大游行 今年一样是串联的台北台中高雄还有台东各地的反核团体 还有分别是从四地重要的反核据点来做一个出发 另外游行路线他们也是特别安排的都别具特色 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四地的反核的诉求 那么另外在游行之前呢 3月5号主妇联盟他们也是在立法院的全线楼前面呢 来开了一场我要孩子不要核子的记者会 他们是说呢 要表达父母不希望孩子遭受到核灾这样风险的一个行程 那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主妇联盟提出了什么一种诉求跟主张呢 他们在这场记者会里面 他们是提到说呢 是日本的福岛核灾已经在 到现在已经将近迈入第三周年了 他们的政府还是仍然持续要来拥抱核电了 三间老旧的核电厂呢 跟一座拼装的核市场 其实让台湾的父母他们是非常担心说 小孩子的未来 所以他们集结了环保跟亲子教育团体 还有四十几位的爸爸妈妈他们呢 是推着婴儿车来到了立法院的勤宣楼 这边呢排出了308的字样 他们是藉由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 将这个象征绿色能源的一个向日葵呢 摆放在这个立法院勤宣楼的门口呢 他们要表达说全面废盒永续台湾 他们不要核灾 不要核灾然后他们要平安长大的这样的兴生 我们知道今年的废核游行呢 其实跟去年一样 去年是北中南东同步的出发 然后有将近27万名的群众呢 一起上街去表达他们对核电的这个诉求 跟核电的不满哦 那在今年是不是一样也是从北中南东一起出发来 去表达他们的一些意见呢 是今天一样是四地一起串联这样的游行哦 那么台北场呢游行是分别三个 分别成为三个路线来分别做出发 从丁好广场 还有台大校门口跟宁生南京路口 这三个点来做出发 那最后是来到了凯达哥安大道这边来做集合 来做一个反合期的大会师呢 并且会举办这样的一个配合的晚会 那么中台湾的配合游行呢 是在台中的市民广场来集合哦 那并且在进行反合排制跟空拍的一个这样的行动之后呢 在游行之前中台湾配合游行联盟 他们其实也在网路上呢是有发表了一个影片哦 这个影片叫做全家平安点这样的宣传短片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短片来反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 不作为的一个做得性的方面的行事哦 那么面对人民的反合的声浪呢 他们是依然决定要合适的运转 那人民在核灾来临之前 其实用这样的一个点片服用之后呢 能够有效的隔离这个浮色的这样的威胁 南部高雄地区是由高雄的凹子底公园来出发哦 绕行之胜路南平路 最后再回到凹子底公园来举办这样的一个玩会的行动 那么高雄的游行的诉求是停建核四 然后核一核二核三场要提前的出役 并且要落实绿色的永续能源的政策哦 那么东台湾的部分在台东呢 他们是在南京东路广场来做出发哦 那他们的命名是命名为护台东反合肺 一起为干净的友善台湾而走哦 他们路线呢在最后也一样是回到台东县政府 然后他们在县政府会举办一个这样的论坛跟市集的活动 那么游行他们的诉求呢 其实是包含了反对达人乡南田村作为核废料的候选场子哦 那么还有说台东县政府应该要负起这样的保护台东的责任 那再来就是说呢 核废料应该要立即牵出兰语 还有检讨这个核废料的政策 政府不公不义的选址方式他们也是不喜欢的 那么全面废核面对核废 终结核四跟非核家园这样的诉求 嗯哼 这自己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在每个地方虽然都有一个反核的运动或是反核游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点 在北中南东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诉求 特别是在台东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兰语的核废料一直存放在那边 那之前也要一度打算要这个送到这个达人乡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特别要去关欠的问题 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团体 或是任何一个科学的专家 都能够跟我们百分百分之百的保证 这个核废料能够安全无余的这种所谓的处理 那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台各地去发起了这个反核的游行之外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这个艺文界的人士也一起在这个所谓的中正纪念堂 所以自由广场下面去举办的反核456的活动 今年艺文界的朋友是不是也要跟很多的这些反核团体一起上街来去表达他们对核电信件的不满呢 是的没有错因为在去年3月9号的游行之后呢 其实导演克里正跟作家的小野他们是有带领这样的不要核456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反核式的续建的一个活动了 他们在每周呢举行一次这样的反核行动 那其实导演他是有说呢 这群人他们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面 每个礼拜来到中正纪念堂这边来做一个反核的活动 可是他呼吁说各个民众呢 他们其实只要在308一起走出来 只要花一天的时间就稍微了解一下核能的议题呢 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环境的关心 那么其实在后续呢 我们公民行动研究资料库也会有做相关的报道 那提醒大家大家一起来持续来关注 嗯没有错我们公民行动研究资料库呢 在这一次的反核游行会像上个上去年一样 在台湾北中南东同步的来为大家做反核游行的这个报道 那今天非常谢谢佳峰来跟我们联系 谢谢佳峰谢谢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时才能了结啊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相关议题 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靖图日前遭不明人士砍击 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以及媒体从业者人身安全的关注 3月2号 香港新闻界反暴力联席发起反暴力气争凶游行 超过1万名民众参与 3月5号 一群在台湾的香港留学生前往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请愿 要求香港警方尽速弃凶声援言论自由 发起行动的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学生韩俊贤认为 香港新闻自由正大幅倒退 如今香港电台电视或报商杂志 面对来自中港政府的压力已经逐渐晋升 而中资对台湾媒体的参与也日渐明显 从旺旺并购三中 未来福茂协定可能开放中资进入媒体等 今天香港媒体的尸身 很可能就是台湾明天的写照 呼吁台湾关切中国因素对香港新闻言论自由的影响 接下来是台西科能为环境抗争相关电影分享 由林佳恩导演指导的天堂 记录台西科能为环境抗争的过程 当政府再度以经济发展为由 设置国光石化与台速大链钢厂 台西当地养科人开始筹组自救会 展开长期抗争 人们总是笑着想象工业区的开发 能让一个地方脱胎换骨 从边陲化作中心 由贫弱走向富裕 但是六亲王国进驻多年的云林海边 街景依旧荒凉 阿公阿嬷不解 为什么浓余产量年年下降 附近邻居离来绿却频频高升 孩子也不明白 为什么上学时会经常闻到 令人不舒服的气味 没有繁荣 工业区来了 但为什么跟人们心中想着的发展景象 却截然不同 天堂 让我们一起反省发展主义的迷思 以上新闻是由陈怡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丛 感谢观看